這段片應該是這系列的第二段 不過剛剛我做完第一段之後 我也覺得應該要清楚一點講一講 芝亭冊在足球歷史的演進 是怎樣的變遷是如何的 我覺得是有責任在歷史上再清楚地講 讓大家都知道那件事究竟是不是金科玉倫 這段片回應第一段片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這個世界總是有些人沒有整體意識 或者還會崇拜一些沒有整體意識的球員呢? 其實這個罪魁禍首是出現了錄影機 還有出現了剪接這兩樣東西之後呢 就令到有很多人都崇拜了一些個人的風格 個人主義的譬如盤戴呀 毒瘤呀 過關斬仗呀 高難度動作呀 那為什麼會是因為有攝影機呀 剪接呢 和Youtube呀 或者這些是播放器的影響 會令到一些人完全崇拜 這個是個人主義呢? 其實就是因為呢 我們很多時候呢 比如看Youtube 看一些舊的球員的一些精彩的片段 那就是因為他要得到銷露呀 得到點擊量呀 那樣的理由 那所以當然會把這些最精彩的東西 就囊括在一條片裏面呢 那你看譬如當拿來講呢 你要看完他全個人生 職業生涯裏面 最精彩的片呢 那麽其他球員都是大概的 那麽其他球員都是大概的 最多呢都是45分鐘呢 那麽你會看完那個人呢 全職業生涯裏面呢 最精彩的片段 那麽通常那些最精彩的片段 是什麽來的呢 通常就是一個樓五個呀 倒掛呀 高難度動作呀 一些匪夷所思的轉身呀 一些是 proved不懂的插花呀 個性能力呀 是吧 好了 那我要問題你了 就是 麾 Над拿究竟他總是踢了這30分鐘 還是45分鐘啊 它在這個人生裏面當然不是啦 他那根職業生涯大大大話話 超過十年啦 但是他最精彩一剪輯出來的 所有精彩的動作 《復星華》片段其實只有三十至四十五分鐘 但你就當了馬當拿一生都是這樣 因為你看完那些片 加上那些時間的距離 抽象的距離 你就以為馬當拿只是這樣踢球 一拿就扭了 一拿就過了 一拿就倒掛了 那些雜錦片段 深深地引進了人的腦海 自己下去踢球 也是這樣 一拿球 馬當拿上身 來了 個人突破了 結果有很多人只靠看YouTube的精華片段 所謂雜錦片 去建立自己的踢球的風格 所以為何近年年輕人越來越多 那些整體意識不欠缺 合理性不足 獨扭合 亂來 史達寧 艾利 韋利安那些人出現 我肯定都是這樣看的 結果看著看著 他就每次上身了 但其實你永遠都忘記了 馬立當拿 他只有這45分鐘 是全精華個人突破 但其實他還有很多時間 做了一些清脆利落的交球 第一時間彈傳 回後 或者不要強勁去 其實有很多的動作 基本上都不是很多 是根本絕大部分都是做這些動作 而不是每次都是這樣 一拿到球就得到頭去 那這些球員 今天球員只要這樣說 他們的選擇能力是強 在適當的位置做適當的事 結果他們在選擇上面 就有很多這些成功的扭動的例子 因為他們選擇的時機是對的 所以反而你即使找這些世界級球員 他們做錯事的片段都比較少 所以你會覺得這些人是不會做錯 其實不是 他有很多是令到自己不做錯的事的很大的理由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不強勁去的 即是不扭球 很多時候都是交球回後 不強勁去 但我就錯過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看精華片段 所以其實這些精華片段 嚴格來說 如果你只是看精華片段 去學踢球 明顯這些精華片段 就會屠毒你的了 屠毒你的了 當屠毒了你之後 你下街踢球的時候 你又會做了一個獨扭合 又會做一個個人主義的人 你去踢職業賽的時候 你也是這樣 你是靠個人能力 每次都是做錯事的 所以就是這樣 難怪艾利 史瑞玲 維尼安 都很多是市場的 很多球迷 但這些不是一個健康的事 因為我們就是被這些精華片段所屠毒 如果你反過來問我 我是怎樣去理解 或者去認識一個舊的球員 我的方法就是 我是不看精華片段 我是不會看他的精華片段 我只會大概看五至六場 他有份踢的全場賽事 我是看全場賽事 我一開始去認識這個人 比如這個蕭尼捷歌夫 我只會看他踢巴賽的時候 幾年的歐聯賽事 去認識這個球員的特點 我看到五至六場 十場賽事之後 我就可以開始看他的精華 因為全場賽事 我已經理解了他的決定能力 決定的方法 做事的手法 懂得他們的選擇能力 我已經清楚了 之後我就可以開始看他的精華 這樣去看 而不是一來看精華 一來看精華 所以你就會令到有很多 不是很厲害的人 你會覺得他很厲害 在這個歷史裏面 有些什麼人 不是很厲害 但是看精華他就很厲害 到現在成為了 可能是大家的 是殿堂級球員 那個人就首推了 這個就是普辛尼基 應該有些年紀的人 會知道誰是普辛尼基 普辛尼基就是九霸世界盃 代表克羅地亞參加世界盃 其實他以前是南斯拉夫的國腳 因為南斯拉夫是解體的 變成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那些 他球會的時候 他就踢這個紅星隊 踢這個紅星隊 其實他有很多的選擇性都是錯的 當然他本身是一個扭動蛇腰能力很強的人 但是他很多時候都是自己扭動 不交球 幸運的地方就是這個紅星隊 為什麼可以拿到這個歐聯冠軍 就是因為他整年 九一年那一年 他們都是踢穩守反擊的 都是靠穩守反擊去贏這個拜仁四強 決賽就贏這個馬賽 其實都是靠穩守反擊 決賽其實都是靠護射十二馬 所以其實這個球員 他沒有錯速度很快 技術很好 但是他的決定力很頑皮 所以其實他整天都斷球 整天都扭失球 和整天都做錯事 但是在精華片段上 我們只會看到他的成功的例子 是吧 普森尼基的成功例子 大概只有十分鐘至十五分鐘 不多的 但是他就 如果你就這樣看這個精華片段 你就以為普森尼基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但是其實呢 他只不過是一個很幸運 有時候扭得到的人 大部分時間他都是做錯事 這個紅星隊他能夠拿冠軍 其實是另有其人的 那個叫沙華絲域 沙華絲域當然都是南斯拉夫人 他確實是做對很多事情 他是給了很多機會 這個創造助工 是給普森尼基 給力的人去入球 其實呢 的而且如果沒有沙華絲域 紅星隊就沒有成績的 所以其實都是需要一個 是有整體意識的人 對球才是有成績的 所以我永遠都會盤著這個心 我去認識一些舊球員 我是不會看精華的 我一定呢 是要看他的全場賽事 至少看五場 至少看五場 看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回精華 一開始我是不會看精華的 一定是找回他的全場賽事看 所以曾經我老爸也說過我這件事 我老爸就說呢 你這樣去學那些舊的球員 又麻煩 又這個是閹尖 而且又浪費時間 嚴格來說呢 你是屁股鬼來的 我就覺得挺好笑的 當然他是跟我說笑的 我老爸那份人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According to my father 你要好好地去認識足球 和舊的球員 你必須要做一個屁股鬼 是吧 閹尖聲悶氣 我不看精華的 我不看這些東西的 我要看全場 即是 即是 好像那些 那些 那些 吃東西的人 那些 吃平的人 有些就是這樣 我不吃這些東西的 我不吃那些麵 我不吃那些麵 我不吃車仔麵 我一吃就吃黑松露 我一吃就吃全場賽事 那我也是想奉獻一些人 就是 不要過份膨長 某些歷史人物 必須要看了那些全場賽事 你才好總結 究竟這些人 是不是真的一個好球員 即是去到最尾 即是如果艾利 即是這個 三十年後 我們看回艾利的精華片段 那些軟射 那些扭球 你會覺得艾利很厲害 但其實現今 我們天天看艾利踢球 我們就知道 她的整體意識 是很偏的 不過 始終 艾利這些人 都是很多粉絲 理由就是 那些人看球 經常都覺得扭塞球 是應該的 不是可以的 有時可以便可以 沒有事便可以 扭塞球 然後沒有塞球便可以 沒有輸球便可以 其實這樣做法 永遠你都不會成功 跟做人做事都是一樣的 你犯了錯之後 你犯了錯之後 沒有鑄成大錯便可以 你的人生便不方便會成功 這方面來說 我希望 那麼多位 以後 不要看那麼多精華片段 因為是會 屠毒你的腦筋 因為是會屠毒你的腦筋的